开始吧 OK 我已经开始录了 今天 很久没有直播 今天给大家 对啊 今天这个A61的M15 终于PY到了 终于PY到了 那么这台机器 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是说 我并没有PY到红色的版本 因为我 个人比较喜欢红色的 或者说喜欢不一样的版本 所以我对这个红色的版本是十分期待 今天给大家播的是银色版本的 然后这个 应该后面也会有红色版本的一个 一个 直播吧 然后那今天我们就废话不那么多说了吧 我们先开因为这个机器我还没开过 好 我们先开吧 OK 这个大家应该都是 这应该算国内的首次开箱啊 左边有录制啊 我一直在 是的 因为我没有其他的这个 直播那个什么了 没有设备了 所以用手机来播 这个 录制没有影响什么 所以就还好 把机器掏出来 OK 这是我们的 这台机器 我正在上班啊 这个外壳 这个外壳其实大家应该都见个比较多回了 然后 没什么好 好去说的 我们直接把机器拿出来 OK 我把上面的机器挡住了 OK 我拿到的是一个银色版本的 我特别希望能有一个红色版本的机器 特别希望 特别特别希望 这台银色版本的机器 OK 嗯 嗯 真的 从 各种方面来讲 我觉得这个机器对于我自己的震撼 还是有一些的 对 骚红 呃我们先从 这个 它的接口说吧 我觉得 这次的接口可能是改变稍微多一点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我可以把摄像头拉进去 左侧是有一个 网口 这个可以插网卡的 然后这个 是可以 拉下来不会去卡那个卡扣的 然后 这边一个USB3.0接口 或者叫USB3.1 这个看厂家如何去叫 然后这是一个耳机加麦克风的一个二合一接口 屁股后面 屁股后面 呃 从左到右一次是HDMI MI DP 雷电3N的Type-C 然后扩展屋 还有电源接口 呃这个可能 但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说 之前的机器 电源接口和这个扩展屋的接口离得特别近 然后如果 你去用这个扩展屋 和电源在一起接的时候 这个扩展屋的线很难去拔下来 所以他这里改 这个可以说是做了一些稍微的修整 然后 机器的右侧 机器的右侧有两个全尺寸的USB A接口 就3.0和3.1A 然后扩生器在左右 两侧 左右两侧 这里扩生器 还有 这个地方 扩生器 背面的话 嗯 这个感觉非常的好 因为 机器的A面和背面和D面都是这个金属 然后这个金属怎么怎么评判呢 我 可以 给大家去简单去听一下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金属的嗡嗡嗡 嗡嗡嗡的声音 对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就是说 他整个D面 整个D面 还有A面 A面是金属的 然后看官网的话应该是鎂合金啊 至于鎂合什么合金这个 大行没有写 然后 底部很明显是一个进风的一个位置 那么进风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在进风的同时增加了一些防尘的装置 那么比如说这个内存啊 或者是说这个 呃 骨头硬盘或者其他的这个 这个需要防尘的一些措施 那么这个在 之前我看到的一些工程机上面是没有的 所以就说他在正式的量产机型加了一个防尘的 一个 应该是跟之前一样一个防尘的一个小垫 小垫 然后A面的话 其实这个 R1这个15或者叫A1M15 这台机器呢 是比较像早前一代的 比如说这个 可能大家叫做A027 R5 或者R6 然后按照官方的名字 应该叫A6 New A027 那一代的机器 是比较像的 OK 这个是A面和D面 A面和D面 然后我们打开机器 OK 我们打开机器 OK 打开机器其实 这代机器 改变比较大的一点 就是说 他有了 终于有了窄边框吧 这个窄边框可能没那么窄 因为左右两边 左右两边是窄边框 上下依旧是有稍微一些的距离 然后去放这个摄像头啊 然后放A1的logo之类的 那么 B面和C面 都是 塑料 这个希望大家清楚 然后屏幕的话 我拿到的这款机器 我拿到这款机器是一个4K机型 4K的一个机型 然后C面的话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 它有一些这个风潮形状的开孔 然后有的地方 稍微颜色深一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还有这两个地方 这这两个地方其实很明显告诉大家这两个地方是进风的地方 进风进风的地方 那么然后 这也是 这也是这个这个机器改变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就是进风 还有出风的话这个可以等会告诉大家 然后键盘的话 他 在15英寸的机器上面放了一个全尺寸的键盘 然后这个键盘的话其实我个人 因为我之前摸过摸过其他的这个工程机器 这个键盘 在我最早看到这个宣传稿以及各种媒体的文章的时候我认为这个键盘很烂 但实际上我在我用了之后 哎我觉得 就这个键盘 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反倒会觉得会会稍微会舒服一些因为 呃他的官方的键程 是1.8 没有记错的话是1.8 然后但是 1.8还是1.4 这个我可以确认一下 但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手感是 不比之前的 不比之前的差到哪去 或者说他比普通的像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款机器叫 这个ROG的这个就是冰刃系列 或者叫风神系列啊风神系列 那个他那个键盘真的跟敲砖一样我最开始对这个机器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说害怕这个机器跟 那些特别轻薄的机器一样 就感觉特别像敲砖一样的特别难受 但实际上用了之后感觉 就是因为我之前用过其他的工程机啊 我会感觉这个键盘 键程还OK 然后各方面手感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次这个 触摸板也是 改了 那么触摸板没有灯 但是他这个玻璃触摸板的手感是比之前要稍微 滑那么一些 OK 哎呀 这就是这台机 其实我对这个机器 感觉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单手开合 OK 单手开合没有问题 单手开合 单手开合 这个应该还算还算过关吧 没有到最大角度 但是 开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OK 然后最大角度的话 最大开合角度 大概在一百六十多 不到一百七 大概这样一个 一个角度 一口气说这么长时间话 我觉得 可能这个大家 大家 大家多来点互动啊 大家随便去 想去问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机器有什么想去问的 或者说想去 明白的 想去了解的 我可以先挑几个问题 先回答一下大家 都没有人理我 散热是吧 我相信在之前 固态硬盘的性能 OK我一个一个来 固态性固态硬盘是吧 这个基本大家都是比如说 NVME 这种或者说是 这个要看机器它的配置 比如说 配什么三星的或者固态的 或者这个 建新的或者之类 因为 厂家他会选不同的 这个 选不同的这个 固态去配 散热怎么样 从我之前拿到的那个工程机来看 这一台机器的散热 我个人认为 是目前轻薄本尊的 不说 第一吧 可能可以 说第二 可能没有 没有别人可以打过 这个确实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因为我以前 就是我们去看这个 看这个机器的一些参数的时候会发现啊 他有一个比如说 一些相对应的散热参数 然后我看到这个散热参数的时候 其实我对这个机器并没有特别大的 这个 期待 但是 我拿到 之前的那个工程机的时候 我 我 我就简单跑了一下 就 那个 Firmark 就烤机Firmark和那个 Ada64的FPU 我惊奇的发现这个机器的散热竟然会 改善那么多 比 之前的机器 或者说比其他的轻薄本要好很多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个是一样 散热的话 我们后面 比如说明天或者后天 我会去再去直播 今天 今天我 主要目的是给大家先去看这个机器 然后去解 解答大家一些 大家想去了解的一些问题 USB OK 刚才说的机械硬盘 机械 机械硬盘 是这样的 从目前看到的消息来说 它的这个机器呢 因为有两个电池 版本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一个是90瓦时电池 比如说我这个就是90瓦时 他就占这么大一条 然后如果是60瓦时的 他可能占这么一条 然后 这里会留一个机械 硬盘的一个位置 所以就是说 如果是选了90瓦时的版本 那么这个机械硬盘 也就是说2.5英寸这个机械硬盘呢 是不存在的 只有主板上面的两个m.2位 USB是什么速度 USB的话 就整个大家可以看 左边 一个 右边两个 右边两个 总共三个都是USB 3.1 Generation 1 这个可能就是说厂家或者是USB 他本身这个标准的一个可以说是bug吧 实际上他就是USB 3.0全速 或者叫USB3.0 第一代的速度 国航应该都是90瓦时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轻薄的笔记本 应该是以固态为准 而且这个机器有两个m.2的位置 我个人认为 从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机器比如说RG的风神 或者说这个雷蛇的这个 Rezer Blade 这两个机器都只有一个m.2 其实这个是特别弹腾的 那么对于 这台 A62的m15有两个m.2口 这个是我比较 比较喜欢的 他起码没有那么去 削减 这个存储的这个 一个一个优势 OK 然后 散热是吧 散热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我会在后面的直播会继续向大家去 去直播相关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 一些一些问题 然后我今天 呃 我看一下啊 现在是14分 我们先开机吧 开机 开机 对吧 开机没有毛病吧 OK 固态是正列的吗 呃 这个 从我的 经验来看 一般不会去做正列 因为 呃 首先来说 对于笔记本平台或者说对于绝大多数的台式级平台 对背板是整体的 对绝大多数的这个台式级平台他们的CPU的PCIe是有限的 那么对于 这个 普通用户来说 你要么去用 用 哎呦 这还是英文版的 就是说如果你要用 固态硬盘去做锐的 尤其是用NVMe固态去做锐的 他其实对于 这个PCIe的要求会非常高 如果你是 PCH 就是说南桥 我们普通说南桥去提供这个速度的话 他 没有办法超过其 CPU给他提供的这个上限 所以就是说 呃 对于普通平台来说做锐的没有特别大的 用处 这是第一个 呃作为存储来说还是比较有用的 OK China OK 这个 声音关掉 我们先不联网 Scape 这个 No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都干掉 这个 OK 我们等一下他进桌面 OK 其实 呃 我特别想给大家展示的是这一点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机器是4K的品 这个颜色可能不太对啊 因为我这个相机 相机拍出来和这个在传到这个 网络直播上面是挺大的一个区别 然后我个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这个机器的漏光控制包括边框的这个处理 是做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比如说 我 大家可以去拿自己的笔记本或者拿其他的这种 其他的笔记本也把你可以去捏一下你的这个屏幕 捏一下你的屏幕周围 大家会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屏幕的就是不同光源的变化 带来的这个比如说大家所谓的这个漏光 这个会非常明显 但是在另外在这台m15上面 这个改变的非常的多 或者说他提升的非常的大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 比较巨大的一个改变 OK 这是第一个 然后其他的话从从我 看到拿到这个机器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个机器的整体质量 就不管是他的这个做工还是 还是比如说USB接口啊或者说 他的这个机身的一些 严丝合缝的这种感觉 然后包括这个屏幕的漏光这种感觉 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 他是不是换了代工厂 我非常的怀疑A01是不是换了代工厂 就这个是我比较怀疑的一点 然后我拿到这台机器的配置是 i7 8750h 然后 1070maxq 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OK 1070maxq OK然后他他现在没有插电影啊也没有联网 然后 怎么说呢 然后固态的话应该是双512的吧 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py的版本都特别的奇怪 一个256加一个遗体 这是个什么配置 这是个什么配置 我来看一下 disk drive 哇哦 这台是60 这台可能是这个60瓦时的电池啊 到时候我们 如果有拆机的话 会给大家去看这个 拆机的相关的一些 一些 参数 然后 然后 对于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对于这个机器目前的这个状态 我们可以调调光吗 对不对 A62不玩光 简直是 没联网 抱歉 我可能需要联网 哎呀每次这个windows开机或者这个装程序会有一大堆 东西要你去调 OK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灯光啊灯光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次他削减了一些灯光 保留了A面 A面的logo灯 C面的这个 C面的这个 应该叫开机键 开机键的 还有这个 键盘等 键盘等 我刚才给大家休眠了 OK 然后 这两个地方 其实 大家应该经常玩 比如RumbleWave啊 就是彩虹 彩虹 他这边彩虹 这应该大家能看到 OK 然后键盘的话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他整个有四个区 有四个区 这四个区呢 比如说还是 左边 中间 然后稍微右侧 最右侧 这几个地方呢比如说我现在我去 呃这个叫 应该叫渐变吧 渐变然后有彩虹 有彩虹 然后那个比如说 这个就是快速或者慢速 这个是快速 这个是中速还有慢速 那么其实 呃 主要一点想跟大家就是说他这次区别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的这个整体我个人认为他整体的这个 灯光控制 就这个键盘的灯光控制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调一下自己现在的机器 比如说我现在我把这个 左边这一侧 调为呼吸的绿色 把键盘中间 调整成这个叫 这个应该叫渐变吧 从 绿色渐变到红色 我换一个颜色 蓝色 蓝色渐变成红色 或者阳红 然后把 稍微偏右侧 改成这个 呼吸 或者叫静态的也随便改一个颜色吧 加个紫色 然后再把 键盘 小键盘 小键盘改成 渐变 整个颜色这边他可以大概比较明显的看出来 这几个地方 这四个区域 是分的比较开的 或者说他的灯光没有互相影响 到那么大的程度 呃 在我拿到的这 绝大多数机器里面 呃 只有per-k的机器 就是 比如mfk 或者叫那个 a015r4和17 r5的这个per-k的机器 会有这个比较明显的区别 之外 就是这台m15 这台m15的灯光 这键盘灯光 是我比较喜欢的 他的亮度也比之前要高 ok 然后 虽然这个触摸板没有亮 触摸板 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 让我们期待 如果就是说 呃这个 他会不会听听我们的意见去改进一些呢 对吧 毕竟我们的 我们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嘛 B面的logo 这个B面的logo 目前看来是没有办法亮的 没有办法亮的 呃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他在整体去设计的时候 因为这个屏幕 他要控制漏光 控制漏光的话 如果要在这里加一排灯 一个是会增加厚度 另外一个是说 呃 他没有那么好的漏光控制 就比如说他他要在这里多加一层胶 或者多加一层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去 保证这个贴合性 所以这个地方的灯 呃 目前来看是没有的 OK 然后 然后别的 OK 别的大家还有什么想去问的吗 屏幕的色域对吧 屏幕的色域对吧 我这台屏幕的色域应该是 100%的srgb 至于后面的具体的参数 我觉得可以 我会比如说我会拿到一些测试的话 测试的话我会去 做一些 相关的这个屏幕的色域的一个测试 这个 固态 pm981 三星的 这一台 这台固态 pm981 嗯 然后我因为我还没有联网 我还没联网 然后这个一大堆程序还都没有下 还有一个 我个人认为比较 好的一点是说这台机器保留了这个 有线网卡的一个接口 呃 因为我知道在绝大多数这个笔记本用户 很多人会去用这个无线 无线去 去打游戏 或者去做一些 呃 其他的一些操作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是一个 细微的强迫症选手 我会去用 就是说 最稳定的方式 那么我会去选 有线 那么除了是这种没有办法用有线的情况 我一般 都会去 用有线 那么 有一个这个 有线网口 对于这个 打游戏稳定啊或者说这个 呃这个机器的这个 整体的运行其实 我个人认为是有 有一个有线是会比较好的 OK 呃 让我再想想 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操作 嗯 我们联网吗 因为 因为这台机器我没有接电源啊 我还没有接电源 电源还在箱子里 电源还在箱子里 这电源好像没什么变化 我觉得应该去撑一撑重量 接下来我给大家撑一个重吧 好吧 然后给大家撑个重 我们先把机器关了 呃我这里有 我拿三台比较轻薄的机器去撑吧 OK 然后 我们 OK 我们 拿三台比较轻薄的机器 去撑 因为我自己有一台十三的半工机 OK 这是我们的天平 字器 OK 看一下这个数据数据啊 这应该是大家比较 啊 这个应该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拿三台机器 啊 一台是 ROG的这个比较老的一个 GX501 这台机器 然后我们再拿A113 它的上一代机器 然后再用去看这个 M15会有多重 OK 把这个方式 这台是 2264.3克 2264.2或者3 2264.2 OK 我们再拿一台A62的M10 这个13 13的机器 OK 这是一台13 大屁股13 品质官方机看到没有 OK 这台13的重量是 2490.6克 呃 这叫殴打之眼 我们要准确一些 想被殴打吗 呃 这个叫 这个重量是2490 那个是2000 2200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台 M15的多重 2340 2340 这个是这一台 60瓦时电池带这个 机械硬盘的重量 然后从官网的数据我们来看是量 2.16千克 2.16千克 意味着什么呢 他没有机械硬盘或者说 呃这个我觉得可以最后去再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 呃这个 从目前来看我拿到这个机器 它的重量还是还是OK的 2340 啊 调平了吗 呃 他只要他是零就可以认为是调平了吧 因为我底下是放的那个软的垫子啊 可以这位兄弟很严谨 十分的严谨 OK 调平说我这个好像没有带调平的功能 OK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连个网啊 连网然后 把这台机器这个这个 稍微更新一下 我看一下我这个 我有一个网线在哪里呢 有一个网线在这里 有一块网线 适配器 我看是不是这个 OK 把这个网线拔掉 我看不过 这个网线 我看不过 这些网线 来说 也不是 那些网线 被网线 就要被网线 我看不过 那些网线 我看不过 这些网线 怎么给你 我看不过 接入网络 接入千兆网络 开心 是的 我们先更新 和一大堆更新 让我们看一下 它CPU已经boost了全核3.9 也就是8750H的全部的CPU频率 我们等着 看它是在装些什么东西 OneDrive 好 反而这个OneDrive 再见 电源是180W的 最烦的就是这些什么OneDrive乱七八糟的一大堆 Windows还没有激活 竟然是个PRO的系统 太牛逼了 我们先检查更新 检查更新 一大堆 大家看到没有 800多 跳到了800多 大家可能看不到 刚才一瞬间跳到了800多 开个玩笑了 我家里的往事很快了 我们等它更新一大堆东西 然后 看不到 看不到没事 等会儿大家测速 测速不就出来了 对不对 呃 先等它更新下一堆东西吧 呃 这台机器我先告诉大家它的出风和进风方向 出风进风方向 呃 刚才有给大家提到是说C面C面是进风的对吧 这有两个进风进风槽 这有两个进风槽 就这里是进风 然后地面 地面是进风 然后其他的左侧 两侧和后部都是出风方向 出热风 底部和C面去进冷风 侧面和后面出热风 OK 这个是它这次改变的一个地方 OK 我们等待它慢慢的更新 它好像更新的十分的 十分的给力 对啊 看不到网速看我头像 我的头像就是我的网速 然后呃 这台机器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它官方宣称 比如说 90瓦时的时候 它的续航有17个小时 这个好像是待机吧 待机17个小时 呃 那么从这点 大家应该可以猜到这台机器 它的这个屏幕输出方式 是就是说 极显输出屏幕 然后独显来去渲染 相关的这个 程序 然后其他的 呃 我想把屏幕亮度调低一点 有点高 OK 这样应该好一些 不能切换读写了吗 不能 呃 不能切换 它这个更新我估计得十来分钟 然后更新完还得下一大堆什么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大堆东西 它还没有下载 所以就是说每次 不管是装完系统 还是新拿一台机器 它都要下一大堆东西 这实际上是比较 烦的一点 因为微软会让你下一大堆 大堆大堆大堆的东西 OK 呃 我应该看一下这台机器的系统版本 这台机器应该是默认 就是说呃 两个电池版本 那么60瓦时的电池版本 它的这个机器的一侧会预留一个2.5英寸的盘位 应该是7毫米的宝盘 比如说假设啊 假设60瓦时这么长 它会在这里预留一个盘位 如果是90瓦时的话 它会把这整个电池仓都占满 那么机器呃 仅有两个m.2的位 这是90瓦时和60瓦时的一个区别 也是说这个存储方面的一个呃 一个区别吧 OK 它好像在装显卡驱动 然后如果大家升到这个升级到1803之后 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叫 呃 高级缩放 那这个稍等一下 高级缩放设置 高级缩放呢 这个在1803上其实实用 特别实用 那么也就是说解解决绝大多数的 这个呃 字体模糊的问题 会特别好用 等下会 手机过热了 哇 手机过热了 因为有多热啊 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 好 没事 我们 浇盆水 啊 对啊 浇盆水 我其实应该把它放到水里面去直播 对吧 没事 我们先让它这么放一下 呃 差不多40分钟 然后 呃 我觉得其实这个机器 目前绝大多数的信息 已经大家已经看到了 然后 呃 比如说拆机或者是这个散热 散热的话我会再 看一下吧 我 呃 我个人觉得 怎么说呢 比如说明天 明天 明天或者今天晚上 或者今天晚上 我们来去播这个拆机 我们来去播这个拆机 因为我们还没有拆过 我怕拆坏 又没了啊 对的 这个我 我没有点它 我没有点它 三六二零乘1527 哪里 三六 1527 这应该算2K吧 直播翻车 啊 看了笑了 翻车是不存在的 怎么可能翻车 不会让它翻车 我点点一下屏幕就可以了 只是说它可能现在比较烫 这个机器 我这个直播的手机 还是支持防水的 防真防水 啊 然后 OK 我们可以 好 我们继续 那有没有翻车 翻车不存在 它还没有更新完啊 还在更一个系统补丁 啊对 U11 还有一个U11加 这台是1070MQ吗 对 这台是1070MQ 是的 我们要跑一下3DMark吗 它还在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OK 终于可以充气了 等一下 不得刘海 哈哈 这个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 然后 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 现在一个 所谓的流行趋势吧 自从那个 果子开始做刘海 然后 各家手机厂都开始做刘海 特别有趣 哦 你说这台这个机器是吧 这个机器 目前的话 我看是有这个 1070MQ 1060 应该叫什么OC 出厂预钞品 应该叫 然后 还有 后面应该有1050Ti 是的 哦 我认为是这样 它会影响底部的进风量 所以我目前 如果我要做这个 比如说温度 或者是其他的方面的测试 我会去把这个 呃 这个桌垫 这其实是鼠标垫 正面正面有点害怕 所以我把它反过来放 和 整个瓶盖 不用整瓶盖 这这次的M15不用整瓶盖 要什么瓶盖 和153748 3748是什么 OK 我们看它还有什么更新 让 那个 跑一个分吧 就就跑一个3DMark 然后 我把那个3DMark 我把这个桌垫拿走 然后跑一个3DMark 然后 大家看一下温度 然后明天 明天的话 我们再去做 比如说 呃 这个 比如说拆解 或者烤鸡之类的 这个测试 然后后面我还会去 做这个 比如说它接扩展屋 比如说接一个 这个卡 我们接一个 这个卡 接上这个卡 对 接上这个卡 它是个什么效能 对不对 这是今天 今天我们先去 我们先把这个3DMark跑过来 跑过来 OK C883Q C883Q OK PM9602 这个咸鱼配置 我觉得你可以去 咸鱼看一下 咸鱼应该有很 很明确的 这个价格 我们把它丢到C盘 安装一下 3DMark 它应该会读到我的 读到了 OK 我们 例行 晒个网速 好吧 好像能晒的也就这个东西 这就跑个千兆就行了吗 OK 这就大概我家网速4个 这么个情况 但是上传不行 上传不行 上传 我这样会影响我的直播啊 开这个上传的话 OK 关掉了 然后我们 运行3DMark 然后这个时候我应该 把这个垫子拿掉 电子拿掉 然后我的温度计 我得找一找 我得看看现在的室温是多少 没事让它去运行啊 我找一找我的温度计 OK 我的温度计有了 温度计 现在是20度不到 20度不到 19 18 9度吧 OK 然后我们跑个分 看起来好渺小 Bunchmark Bunchmark 安装 让我们看一下跑分之前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Lunch 8在运行的 应该没有 点员要不要调到高性能吗 应该要调一下 好 调一个高性能 稍微放低一点 OK 代码就不放 我们跑个分 我看一下1070标准 或者说他笔记本大概是多少分啊 图形分在17,500就跑进firestrike 那么这台机器 应该能跑15,78 15,78 应该啊 我猜的 假设他能跑那么多 15800除以17500 大概是90%的性能 然后它的功耗是90瓦 实际上是ok的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下贴吧有没有什么人喷我 灯光好声音 还好 觉得还好 怎么说呢 它这个渐程短了 然后灯光 我觉得还行 改个比如说 因为你看到这就是说 它的这个声音实际上是说 我刚才说的比较清楚 因为它这个四个区分的特别的清晰 这四个区有总共有四个区 然后特别就是 怎么说呢 四个区分的很不会特别不会影响 不会各自去影响 然后所以你会感觉比较生硬 区域中间没有渐变 怎么说呢 因为它不是prokey的啊 它本身就是区域化的区域化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个人认为应该可以理解 看一下它的显卡分是 15,750亿 这怎么还有个什么呀 Graphics driver啊 这个机器自带的显卡 它并没有认 比如说我们现在跑了15,731 15,731 15731 对比我之前 1070 就笔记本标准版跑到这个 1766 90% OK 90%的性能 让我们看一下 温度啊 好多人找我 不理他们 OK 我们看一下温度啊 温度的话 大家可以看 从左我左从左滑到右 这个应该是最高的温度 最高的温度 它结合温的时候 基本 70来度 然后跑CPU90来度 这我觉得还可以啊 CPU起来没有降频啊 对吧 这个是很难得的 这个大家不觉得很难得吗 这台轻薄款 这台轻薄款 竟然没有怎么降频 很厉害 OK 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不过这个无所谓 后面我会发比较详细的评测 这个是什么 我去拿下轻薄